昨天有个村民说要盖新房子 让咱们把他的老房子给拆一拆 这好办啊 拆家什么的我最拿手了 不就是把这些砖块都丢掉吗 啊为了效率高一点 直接把它丢到隔壁邻居家好了 他们肯定不敢 他们肯定不会有意见的 逗逗你们发财的小手把免费的赞点一点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包 众所周知 MC中大部分方块都是被严格限制在框架里的 他宁愿让方块被悬空放置 也不想给他加一个符合物理的重力 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减轻游戏的运行压力 毕竟给这么多方块添加物理引擎 需要的计算量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今天我发现的这个模组就非常有意思了 直接给你们演示一个TNT爆炸看看 日常迫害村民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的物理引擎 这个爆炸还是相当壮观的 整个房子都炸开花了 然后这些被炸开的方块 我们还是可以踩在上面的 虽然他们已经被炸的乱糟糟的一片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踩上去 甚至我们还可以把它碰倒 不过要小心不能卡在方块的缝隙里面 不然可能动不了 这些小特性还是有的 但是刚刚片头那个村民 让我们拆的不是这个房子 是旁边那个房子 这次我们就多弄几个TNT一起引爆 把这个拆架任务给完成一下 这几个就差不多了 再多我怕我的电脑顶不住 好的 这个TNT是爆炸了 不过房子没有爆炸 可能这个房子比较结实 爆炸都发生在里面了 这里面的方块可能是被挤压住了 所以没有喷出来 然后现在好像还有两次爆炸没有生成 我们的游戏已经有点卡住了 运算不过来 但是房子已经差不多塌掉了 那个村民啊 等会别忘了把你家的拆架费结算一下 好像一时半会是真的恢复不过来了 人物移动倒是没什么 但是方块的移动卡的不行 建议你们要是玩的话 不要一次性炸好几个TNT 否则电脑跟着爆炸 我可不背锅 这个就是Gladbees物理学模组 它对游戏处理能力的要求稍微高那么一点 一不小心就会给你卡崩了 不说了 我重新开个存档继续给你们介绍 当然除了TNT 游戏里还配备了两种重力的枪械 这个是可以拖动物理方块的枪械 左键点击之后 就可以把方块拖来拖去 然后鼠标滚轮可以控制它的距离 如果你们手速够快的话 可以把这个方块当溜溜球碗 在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操控这个方块 然后可以把它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过把它丢出了一定范围之后就会消失 用这个枪还可以实现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比如打篮球什么的 可以和你的小伙伴进行多人运动 然后就是这把枪 除了TNT以外 就是这把枪可以给方块添加物理引擎 右键可以切换操作模式 这个阿姨开头的模式就是添加引擎 方块的跌落是非常符合物理规律的 甚至好几个方块连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还会因为碰撞 需要去掉旁边的一些支撑点才能让它们掉下来 然后呢这个则是改变重力方向的模式 你左键点击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块的重力方向 如果枪往天上开的话 方块就会全部飞到天上去 不过左肩的位置必须要有方块才行 单纯的点空气是没有用的 然后这个是把物理方块恢复成普通方块的模式 不过物理方块如果一段时间没被操作的话 它自己也会还原成普通方块的 这个是磁力链接模式 它可以把选中的东西吸到一起 不过可能是我的整额包里的问题 我稍微吸两下存档就卡住了 不过用 用这个再配合引力枪 是可以把好几个方块连在一起甩的 还是挺好玩的 不过我演示不了 这个物理引擎真的做得很不错 甚至被引力枪拉着的方块都是有碰撞体积的 旁边这些方块都会被推的到处跑 你看这个方块推到村民的时候 村民也是会被推动的 不过如果把它扔在很高的地方砸下来 砸在村民的头上 是没有办法把村民砸死的 这还是有点可惜的 我不管多用力都没办法把它砸死 这个模组对村民这样的生物也是没办法使用的 不能甩着村民玩 可惜可惜 那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模组名称为上面这个 适合娱乐模式玩玩 不太适合加到自己的整额包里 毕竟有可能把自己的存档整崩溃 那最后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千万要点赞评论关注一下哦 我是小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